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傳統的東西比較有一個邏輯 A之後是B B之後是C 半夜暗門鈴 我爸下來就上去了 後來就變成 我知道我爸老了 這個題目叫河岸花園 是我最近的一本賞文集的書名 基本上意思是說 因為我一直很期待一個城市 如果有一條河經過的話 那個城市會變得很漂亮 那大概基本上就是反映我對整個 因為我住在老家啦 在花蓮市嘛 那我民意國小畢業 你知道民意國小前面有一條河 現在蓋起來變停車場 那我會想說 如果這條河打開了 那花蓮有一條河這樣過去的話 應該是一個很不錯的空間 所以基本上就是說 我所有的寫作 大概都圍繞這個主題吧 就是跟你對花蓮 或是人應該生活在什麼樣的空間 的一個想像 這正是我們常常覺得幸福的一個重要因素 請多多欺騙自己 讓我會覺得自己很快樂 那真的有些地方 他沒有聲音的時候對我來講 就很快樂 那這一代的確是我一個很快樂的全面 我就讀這些書裡面 其實他的生活細節裡面 其實都信心念念 都是在花蓮的街道 花蓮的這樣子的一個景象 剛剛張老師提到 林玲的特色是什麼 就是妙語如珠 博學多文 真的是我們周圍的朋友 很深切地感覺到 其實他在音樂上的造詣其實更高 那我所有的英文歌曲 都是他教我唱的 我們花蓮縣文化局 在今天9月11號 我們辦了一場 花蓮在地文學作家的圖像系列展 第16檔 那這一檔是由林玲老師他的河岸花園樂 那我們這一檔的活動 會一直延續到12月的10號 就是長達三個月的時間 那我們也會在十三鄉鎮所有的圖書館 都有這樣子的展覽 然後也有老師的專書的一個展覽 那歡迎所有的全縣的各鄉鎮的所有的民眾 都可以就進到所有的公共圖書館來參觀 老師的這個河岸花園樂的主題書展 一場二場四場五場五場六場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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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 Jamie 我們要修加園樂的圖書館 明天不在